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4月上荡肖战,杨子余生,请多指教预告创480亿流量,延荡两年网探,等到地老天荒。 由国内顶流男神肖战和女神杨子主演的新戏余生,请多指教,杀青至今两年多,开播之路却是一波三折, 但有网友在微博爆料,该剧将于今年4月12日播出,让双方粉丝振奋不已,且该剧从宣布卡斯到拍摄,杀青,至今话题度及热度高居不下,除了前导预告片累积4.5亿播放量, 在微博更累积了高达480亿次阅读量,其中肖战顾位的话题,阅读量就占了380亿,顶流男神并飞浪的虚名。 以陈情令走红的肖战,出道6年来多接演古装剧余生,请多指教是他的首部都市爱情剧, 剧情讲述杨子饰演的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孝,因父亲生病住院,意外邂逅了父亲的主治医师顾位, 从预告片中可看出肖战饰演的顾位是个钢铁直男,且毫无浪漫基因可言, 在杨子等待亲吻之时,却把他的双眼皮贴私下,或是要他去换灯泡等,互动犹如欢喜冤家。 除了季出顶流卡斯,剧情也备受期待,2021年曾登上最受期待剧集排行版冠军, 虽原定去年9月上架,却在播出前三天遭撤除荡期,至今未公布确切原因, 近来又赚剧名将改为美好的幸福,且将于4月在腾讯视频及湖南卫视首播, 但剧组始终未发生,反让粉丝担忧该剧恐就此时审大海, 更直言于生是至今让人等得最苦的一部戏,到底什么时候播? 等到花都谢了?有生之年还等得到吗?等到地老天荒? 不过肖战今年除有余生待播,另有古装剧《玉古瑶》及时代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两部作品, 更有小道消息指出,肖战接下来将和成龙合拍电影刀刃, 杨子的古装剧《陈香如谢》也传即将问世, 且该剧更登上2022年代播剧景气指数冠军, 最近令接下古装剧《长相思》,两人并未因余生播出卡关而停下脚步, 肖战内部人员回应作品《路透泄漏》,对内容造成伤害,呼吁不要讨论。 近日,来自肖战,杨子主演作品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《路透照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, 甚至还登上了热搜榜,这个时候莫名其妙上热搜, 莫名其妙泄漏路透,总感觉是有计划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有一位肖战的内部人员, 发文回应作品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泄漏路透, 直言对作品内容造成了伤害, 希望大家不要参与讨论,拒绝一切路透。 肖战内部人员,也是影音会的小信使, 在网上发文称,所有非官方泄漏都是对作品内容的伤害, 请大家不要参与讨论,拒绝一切路透。 实际上这个话题我们经常谈, 不仅仅是粉丝和内部人员, 肖战工作室也多次强调, 都希望不要有非官方路透, 确实会造成伤害,包括演员和作品内容。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, 这种事情屡禁不止, 更重要的是, 很多人会打着期待肖战作品的名义, 转发和传播路透, 让粉丝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 不管怎么说, 我们要分清主次, 我们是期待肖战的作品, 但前提是不能给肖战带来麻烦。 总之, 路透泄漏经常发生, 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, 还是比较无奈。 说实话, 我们只是希望肖战越来越好, 演绎道路上可以少遇到一些麻烦事, 毕竟一路走过来遇到了太多不幸运的事情, 然而这小小的要求, 目前看起来都非常难实现了。 我们做好自己, 不参与讨论, 不为观和传播, 自觉抵制非官方路透, 这非常重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